其他當然還有left、right等等函數 我想如果有時間可以自己練習看看 那我們切到len 因為這一題中後練習會用到len這個函數 那這個len函數 你往上捲動 這邊的話實際上就算 這裡面有幾個字 幾個字喔 包含那 反正數字英文中文 都算一個字 那我們按 有不要放在這裡 插入函數裡面 一樣用那個文字類 那往下找l開頭的len這一個 那len這個函數呢 它會只要一個參數按確定 它會問你說給我一個文字吧 意思是你要算哪一個儲存格裡面的字 那我就給它這一個 它幫我算完之後 回來告訴我10個字 OK那表示說按確定 向下填滿 那這樣的話呢當然 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那身份證字號的話當然 長度應該正確的是幾個字呢 10個嘛 所以裡面有 那個有兩個是錯誤的 所以其實如果你要判斷是否錯 是否正確你可以 在旁邊多練習 練習什麼你可以插入函數 再把它改成邏輯 邏輯應該 這個也許你可以試試看if 這個if應該都會用了 按確定之後的話 這個是不是 等於10個字 如果是的話呢 那表示 那如果它這個邏輯為True的時候 那我就輸出Y好了 就一個Y好了 反之False False就表示不對 不是10個字 那表示 不正確 一個N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喔 我把它移開它自動會加前後雙引號 為什麼因為它輸出的話 一定就輸出文字啦 所以文字一定前後一定要雙引號 這個 一幅函數會自動幫你加 因為它比較貼心一點 但是有部分的函數不會自動幫你加 所以你少那個雙引號 也不對喔 OK有跟沒有 結果是不一樣的喔 OK 按個確定 那把它向下填滿 那對不對呢 就會出現了 OK 那另外當然喔 有一些比較重要的函數你一定要會的 包含就是說 Mid Mid 跟Labs 還有Write 這幾個呢也相當重要 當然 我是覺得最重要的喔 用到的機率很高的就是Mid Mid就是Mid 意思就是說 我要取得的是 文字 你中間 不是從Labs 是從頭 Rise 是從後面 我要從中間 幫我 取得某部分的文字 某部分文字喔 比如說我要判斷性別的話 那各位應該知道吧 那各位應該知道吧 身份字號的第 第2個字 是性別 OK有沒有 1的話 1的話就是男生嘛 2的話就女生 應該沒有3吧 OK 所以1 2而已啦 沒有3 現在會不會有變性人嗎 不可能嗎 好 我最近好像是有通過什麼法案嗎 什麼 OK 那 那 這個地方的話 如果說我今天要判斷男女的話 那當然你不是土法煉鋼喔 那你要怎麼樣喔 做一次 就可以把性別 自動 變成男女喔 OK 不過這裡的話 你可能要分兩次來做 所以以後喔 如果你要 算寫公式 假設說 你需要的步驟喔 就比如說第1個 你可能需要什麼 把 第2個字抓過來 那第2個步驟再去用if去判斷 如果是1的話 那就男 反之就女 所以我們要分兩階段 怎麼兩階段 1 先用 游標放這邊喔 插入那個 我們一樣切回到文字 先用什麼呢 先用mid MID函數 所以往下找 MID這個函數 按確定之後 他會問你3個問題 我剛剛講過啦 其實你主要看懂這3個問題 你這個孩子就會用了 第一個TES TES的顧名詞 應該 就是你要 抓的那個資料 文字在哪裡 就在這裡 第二個問題就是 START START 這個M-U-M 是number 中文意思應該就是 從哪一個字開始 應該第幾個文字也可以啦 就是 白話意思吧 反正知道 大概 所以我說啦 你要能夠慢慢揣摩 要知道他的意思 OK 從哪個字 START 開始好了 從哪個字開始 那我們要從第幾個字呢 1 2 所以這邊輸入2 那要取幾個字呢 這個number是 應該也是 number是吧 是數量 然後 CHARSE是字元 所以中 白話意思就是幾個字啦 幾個字 我要幾個字呢 一個字嘛 對 第二個字 取一個字 所以你會發現呢 他幫你取完之後呢 他會把這個1 抓過來之後 放到這邊來 那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請各位看一下喔 你會發現 像這邊的1 跟這邊的2 前後都沒有這些東西 但是呢 這個前後 會有雙引號 那特別注意喔 這個 前後雙引號的話呢 它是一個文字 如果沒有的話 它是一個數字 那文字跟數字喔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把它放在一起 畫一個等號 它 結果是不一樣喔 所以文字跟數字喔 特別注意 因為很多人喔 會把兩個 看成是一樣 因為顯示出來 看起來是一樣的 但實際上 在Excel認知 還有VBA認知 都是不一樣的喔 OK喔 所以這邊的話按確定 好我們第一個步驟 先把這個做完喔 但是問題來了 我性別不是1 2啊 我要什麼 男女對不對 所以我再把 這一個剛剛做的東西 理論上一般 其實如果以後你的那個 你要做的邏輯很複雜 你就分階段 第一個階段做完之後 再把第一階段的東西 不包含等號 剪下來 做什麼呢 這個地方的話 我把它剪下來之後 再插入邏輯判斷 邏輯 if 那就把剛剛的東西貼到 他的邏輯裡面 貼上去就可以 等一下我這好像有點 有點問題 再一次喔 選這邊喔 不包含等號喔 剪下來對不對 1 剪下公式 2 插入一個if 然後把剛剛的東西 貼到這邊來 判斷呢 他是不是 等於 1 等於1 如果是1的話呢 那他就是男 反之就是女 有沒有 就是 True啊 這個邏輯 True的時候 那就輸出男 當然你前後雙以後 不打也沒關係 因為他會自動幫你加 男生 那Force的話就不是 就是女生 那按個確定 不過你會發現喔 你向下填滿喔 全部有女生 欸 想說怎麼會呢 其實喔問題就出在哪裡 特別注意喔 有沒有 剛剛我跟各位講到 有沒有 因為你密的是前後雙以後 那你現在給他一個1喔 因為喔 他用那個密的 他是文字函數 文字函數切出來的字 他會是這樣子的1 然後你問他說是不是等於這個1 他一定跟你講說不是 不一樣喔 OK 所以不一樣他就跑哪裡 跑這邊 所以如果你要讓他一樣的話 很簡單 對 所以這個很重要喔 因為我發現喔 蠻多人喔 之前有蠻多 好幾個同學 就是有遇到問題 然後有發沒有問我 然後呢 我看了一下 他說老師 好像 就是鬼打牆喔 一直發生問題 他說奇怪老師 明明我看到就是 那個數字啊 為什麼我弄一個邏輯 他最後 或者是用 VIRU函數去查 查完之後 奇怪 結果就是不對 明明我看到就是那個東西 為什麼就是 不相等 一看 欸 那個是一個文字 你後面給他一個數字 那一定不會match他 對不對喔 所以這個地方 雖然 欸 不是什麼 但是很重要 就是細節 OK喔 按個確定之後會不會成功 向下填滿 這樣就成功了 有沒有 就把結果做出 男女喔 這個結果 在那個第16頁 所以如果你們要參考的話 可以參考這個地方 MID 那不過呢 也有同學遇到一個問題 他說 老師說我工作裡面有常常遇到說 我後面這個 一定來源就是一個數字啊 那我不能改後面的 那我有沒有辦法把 這個前面的東西有沒有 他本來是 一個 文字的1 那可是後面我不能改 那我這邊我一定只能改這裡 有沒有辦法幫我把這個改成這個 再跟這個比 呃 不是就是 轉型的意思就是把 他的那個前後的這個 刷引號拿掉 對 然後變成一個數字之後 再跟這個數字比 那也會是match啦 所以 這邊的話 你可能還要學一個函數 就有沒有辦法把 文字 轉成 數字 的函數 那實際上呢 裡面有沒有什麼函數可以辦到 其實你們可以 在這裡面找到答案 這麼多 到底哪一個才是 請各位自己先找找看好了 我等一下再跟各位講好了 也就是說其實很多工作上的問題 其實裡面都有答案 只是因為 你可能不知道哪一個 函數其實可以辦到 所以你也沒辦法 你就不知道該怎麼去 解決那個問題 那你會花更多時間 謝謝你 好 好 谢谢大家